为了让民众能够观赏到优质的电影作品 花莲新政府主办2020花莲电影节系列活动 响应109年全民运在花莲电影节的主题 已进自动 用运动题材的影片来鼓励学童勇敢的追梦 第一场就在北浦国小登场 后续会在许多学校来进行 以及乡镇社区来播放 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花莲县幅员辽阔电影院大多集中在花莲市区 为了让更多民众观赏到优质的电影 花莲县政府与花莲县文化局主办了2020花莲电影节系列活动 主题已进自动 要在校园及乡镇播放电影让民众来观赏 花莲第一届的花莲电影节 从今天开始在北浦国小盛大开幕 从这个六月七月我们在校园 然后七月中到八月九月 我们在十三乡镇的社区 一共有大概有三十二场的电影 那之后随着我们八月底 我们在铁道文化园区的中山堂的铁道怀旧电影院 获得我们中央补助一千一百多万 新建的完成的一个社区电影院 即将完整的完工呈现在大家 我们将会在里面连续有大概一个礼拜的一个电影节放映的活动 来提供我们花莲在地的乡亲好朋友 来分享这个花莲电影节的欢乐气氛 配合109年全民运在花莲 这一届电影节是以运动题材为主 透过影片让观赏者能够激发志气勇敢逐猛 因为要配合我们2020全民运在花莲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花莲电影节的活动 原则上都是以我们运动型的电影 像今天我们在北埔国小放映的就是 离四公尺胜利的距离 就是我们拔河的一个运动电影 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我们的一个棒球大联盟的一个电影 都是跟我们运动有关 而且运动就可以激励我们的人心 激励我们学子或我们的民众向上 去争取胜利的一个斗志 2020花莲电影节 6月8号首场在北埔国小开演 接下来到9月份 共会有12个场次校园放映讲座 12个场次乡镇放映讲座 三场影视工作坊 在10月份还会有4天的主题展 要播放16部国内外精彩的运动电影 华联县政府欢迎民众可以锁定每一场的播放时间 一起来观赏好电影 也让人生有不一样的激励 第一届欢迎电影节 Action 借旅会现象报道